那孩子 难道遇见了自己 会被敖絮再次复身吗 这可能是小秋 同奎宇做的最后保障 不到万不得已 她也不想说出来 让我们担心 是我无能 这不是你的错 而且小秋既然这么说 那奎宇应该还留有后手 我们快去找她 来 天魔国中帝 来久不得大福 师弟 刚才你倒下我须一击 伤得怎么样 师姐放心 我没事 你以前还数落我 只顾救别人不管自己 现在不也是为了保护同伴 而不顾一切 我何时数落过师姐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还是给你 你不想浪费 你可能会让我 你不想承认 你会在哪里 你不想承认 你不想承认 我 你不想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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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啰嗦 不搞什么直说 莫让戾气蒙尘 莫 何事 莫让戾气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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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少啰嗦 要什么直说 好事 好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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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得 呀 小猴子 要什么直说 好 还挺快挑 小猴子 要吃什么 事情办完了就快走 还挑挑剑剑的 事情办完了就快走 赶紧走吧 不要再碍我的眼了 神子又危险了 不过重力 挨折之勿 不过重力 带着指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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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敖絮抢走了 紫囚 葵宇前辈 小秋已经被敖絮覆身 现在还有可能 立刻发动神庭阵 神庭阵 这是阵法图 我们查出敖絮想对魔族不利 并利用小秋作为阵眼 来发动这神庭阵 敖絮 意在九泉 神龙大神的结界尚在 敖絮怎么可能压制住九泉 这阵法并非要压制九泉 什么 由此图看 这阵法整体呈 集下营上之态 阵法以春资为核心 居顶端 赵胆受其避光 并有人界六处九泉 以拱卫之势环绕 而末端则为阎波 一旦运转 阎波灵力将严全脉引入春资 但如此一来 全脉势必失衡 而人界九泉灵力被阵法催动 导向赵胆 使其不知动荡 免受神界察觉 击下营上 三族曾为争夺九泉而大战千年 九泉 攸关各族生存的 现在的魔界 就只剩阎波这一个灵犬 如果阎波的灵力被汲取殆尽 魔界唯一的灵气来源就断了 魔族未求活路 势必会全力争夺灵力 而那时 六界中灵力最充裕的地方就是 神界 这样傲蓄 就可借魔族之手挑起争端 近日行使三皇盟约 若要挑起烽火者 三族共讨治 魔族本就好战 就算部分较为理智 危机当前 也很难冷静下 最终 神魔将会再度大战 可九泉结界何其强大 紫秋就算有增幅意能 也驾驭不了如此悍恒的法阵 如果是紫秋 紫秋的异能 不仅是单纯消耗生命力来增强力 还在于它的容器体质 敖须可以附身紫秋 也是紫秋的身体 可以激活冰晶时 承载源源不断的强大灵 这过程对身体造成的复合慎聚 紫秋最终将会 即便最终紫秋承受不住 但他只需要坚持到魔族进犯神剑 那敖絮的计谋便得逞 就算神族察觉 战火已然 一切都无法挽回 这恐怕 就是敖絮的真正目的 我这便会神剑 告知谢之大神此时详请 无用 敖絮在神界经营数万年之久 势力盘根错节 若贸然行事 打草惊蛇事想更能随意 关键仍然是小秋 奎豫前辈 小秋现在已经完全被敖絮控制 有 枯越前辈 两人 一揄 昆月前辈 无碍 紫花蕴含着我的灵力 这也是 紫秋的决心 小秋的决心 紫秋曾担心 终有一天会被奥虚完全控制 所以我将部分灵力注入紫秋体内 祝她在紧要关头 可以保有一丝意识 你们找到紫秋 记住紫花 两股灵力交汇 她便能接住我的力量 于敖虚抗衡 至于能否摆脱束缚 就要看她的意志力了 小秋 她孩子竟有如此决心 另外 该还给你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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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秋和仁稷就托付给二位了 如若神庭阵真的开启 天魔中不会坐视不理 师姐 我们先去新下派和情媒爱友会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游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情媒呢 小晴她知道了四年前的独障动荡 和她哥哥有关 我怕她想不通 处理完手头伤的事情就赶紧来了 可她就是不肯见我 四年前 是莫大哥的事 嗯 她很自责 此事与白姑娘无关 对啊 那时候她人都在仙霞派了 不关她的事 她和她哥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情媒天性纯良 重情重义 还是再给她一些时间吧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奎宇都说了什么 我们已经得知救出小秋的方法 现在需要弄清楚如何破阵 走吧 我们去找真人商量办法 你们来了 我已把春资剑还给熊兄弟了 太够意思了 这下我们更有胜算了 对了 阿姨 全隐村现象如何了 放心吧 大家都没事 小姑姑也帮我一起修复了毒障姐姐 这样就好 花开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人 月姑娘来得刚好 我这要请莫晴去寻你们 这神庭镇的破解之法 我已有成算 不过还需月姑娘帮忙 任凭真人差遣 神庭镇灵力强大 若不先行削弱 极难破阵 我听闻名书们与天师们 曾在祖师爷那代通力合作 降服过上古神兽虎煞 其中便用了削弱之法 确有此事 先祖与天师们张祖师合作 便是将明术法阵 与天师法器结合 压制虎煞 阵法图纸一直在后殿收藏 法器想来天师们 也愿意帮忙 此外 我需要一样名为 黎慧之的灵物相助 传言此物 致生长于九泉之一的阎波 好 我们去请教阎波卫术 离火金无大人 嗯 此三者准备完成之后 我施术之时 还需月姑娘配合我 用武灵之法 武灵之法 此阵模拟九泉流通 而九泉灵脉之中 都是最纯正的灵力 需要月姑娘 写玉灵相助 神厅阵随时可能发动 我已派卫霄前往卢龙府打探 时间紧迫 事不宜迟 我们这次出发 莫青 你也随月姑娘他们一起吧 是 师父 我可朕竟然要这么麻烦 宝戌乃神界刑御长老 春资全神 在阵法医道上颇有造语 我的法术也都是由他传上的 他不干好事 造诣再高有什么用 我还是独长全手呢 改天我也教你件法术 不必 一半 我还是独长的 一半 一半 建行 大家都搞得 举重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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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半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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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半 一半 都 一半 二半 一半 一半 一百 孙女 您回来了 嗯 爷爷 余霞真人需要当年祖师爷 对付虎沙的阵法配合 哦 那个呀 一直就在后殿哪 好 还回来吃饭吗 说不准 您别动我了 时间紧迫 我先将图纸给真人送去 别累着自己啊 掌门 我想了解为何明术门与天师门 会被 这可就说来话长喽 咱们明术门的月西楼祖师 少年时和天师门的张东霖道长 杰 他二人 据是天宗奇才 摸索出独特的修炼之法 之所以他们会在乡邻之地建立门派 目的是为了守望相助 但祖师和张道长 在教导弟子上起了争执 到最后甚至上升到了道法优劣之争 后来啊 祖师飞升成仙 那张道长却仍未成仙 但祖师飞升还没到几年 此地便来了一只远古神兽 胡沙看洛家山一带灵气充裕 想要占山修行 我们明术门小门小户的爱不着他 不过天师门弟子多 肯定不乐意搬走 为了给天师门施压 虎沙伤了山下村民来示威 他二人摒弃前嫌一同对敌 为了克制虎沙 祖师爷还自创了一种束缚阵法 可那毕竟是远古神兽啊 张道长受伤尤其严重 祖师宅寻人后 可即便祖师耗费了大量灵力 人也没能救过来 而祖师则因为重伤后 还强行施展治疗之术 损了根机 别怪岳祖师重情重义 确实可敬之人 祖师重情重义 倒更显得那群黄皮子不要脸了 他们认为虎沙之战 害了张道长 是祖师对不起张道长 张道长有个徒孙 叫张福和的 后来更是臣虎沙虚弱 这是多厚的脸皮 才能把两位祖师 一同收服的神兽 带去自家 不过 听说后来有个小子 和虎沙命格相同 所以说呀 善恶有报 冥冥中自有天定 这些门派顾旧 师姐之前知道吗 知道一些 我也是听爷爷说的 所以由他来告诉你 会更详细些 自祖师爷逝世 两派便再无交际 现在借此契机 再度携手守护人舰 我想他们泉下有之 也一定会欣慰的 自祖师爷逝世 两派便再无交际 现在借此契机 再度携手守守护人舰 我想他们泉下有之 也一定会欣慰的 未免虎沙之害再临 未免虎沙之害再临 无将此阵法留于后人 就是这个 未免的 说起来 虎沙也是神兽吧 明术门没收来做御灵 本来真是有点可惜 天师门张祖师因虎沙而 所以祖师爷曾有令 明术弟子 不得与天师门争夺虎沙 这么大方 少神 你不问问我 你为何谈情 就是有一些烦恼的事 何事 天师门后殿里藏了张祖师的宝物 可能是神兵利器 也可能是武功秘笈 只是弟子不能随意进出后殿 不过 上神就不一样了 上神哪儿都能去 可若真有你说的这个宝物 那也早就该被前人拿走了吧 不会的 这是秘辛 宝物肯定还在 上神 求你了 帮帮我吧 好 除了天师门 我也无处可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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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知道下一车面的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巧琳 你发现了什么 上面好像有东西 师姐 要不要看一下 好 赠五有东林 人体雷弱而善于思 心受灵圣而捉于血 玉灵之道在于共生共享 圣以服弱 善以助桌 二者相继 是以修行互生 可亏大道 玉灵之术实为同修 若一方或身末或灵散 则数解 非天资过人者 不可与多灵定器 若强行定器 是被公办 谨记 是有不可行者 人族 不可视仙寿为除狗 肆意剥削 仙寿 不可视仙寿为弱肉 是强妄为 一方背信 则反污自身 东霖 你我相识多年 意气相投 莫逆于心 现将此玉灵术 心得与契约赠于你 望你早日得到 长生久世 后面这句话 所以上次的饭钱 别找我要了 有月西楼 这的确是祖师亲自写的 关于玉灵术的修炼心得 书里还夹了一张纸 这上面的图案 看起来很像是明术门 与玉灵节气时出现的法术印 按祖师所说 便是玉灵契约了 奇怪 祖师为何要把这两样东西 赠给张道长 此物被张道长 放在了这里 可能 祖师之间感情深厚 我们两派弟子 却因为一时一计 互相敌视 还因此有碍修行 倒是愧对先辈啊 这也并非师姐的责任 我们回去通知那位道友吧 他大概也等急了 也是 到了 注意 相互相互相性 lost 就会好起来的 除了天师门 我也无处可去了 秘籍 真的有啊 这不是道长祥长的秘籍 是我派祖师爷的手记 里面写的内容是玉灵术心得 什么 不可能啊 是祖师自己说 把 你说什么 哦 其实我是在外出游历的时候 发现了祖师留下的机遇 是不是在门派的 我本以为是什么宝物 原来 在张道长心中 不过有缘人可取 天师门的人 一直都没有发现 巧灵区都发现 既如此 还是月姑娘你们带走吧 反正我又不休玉灵术 张道长并无密集相助 依旧成为开门立派的一代 上神的意思是 我自己努力修炼 也可以成为像张祖师一样的高人 对啊 我一曲也是自小修炼 我既然以张祖师为目标 也多谢几位 为我的事情奔劳 我这儿有些注意修行的东西 门派点击中 曾记录祖师言心性高洁 骄游肾上 张道长与他一起相投 想必也是非同一般的人物 是个不错的产事 是个不错的产事 冒充天神门弟子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冒充天神门弟子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执名长老 我此番前来有事相求 岳姑娘助我天师门甚多 若有帮得上的地 事太紧急 我也不多寒暄 为破神庭阵法 需借张祖师的法器一用 此时我派负有责任 自当竭尽所能 我这就取来 此法器 自祖师先世后 便由历代掌门供奉 多谢殖民长老 待此事了结 必定原物奉还 岳姑娘客气 若还有需要天师门的地方 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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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莫 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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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可知灵物离辑之现存何处 离灰之 此物正是在炎波之中 犹豫看管 您可否赐予我们一些 为破敖叙述之神庭阵法 我们需要离灰之相助 既如此 予须相助 离灰之 就在神像之上 如可自取 多谢卫书大人 为了削弱神庭阵 需要明术们和天使们的宝物 我倒是能理解 这干嘛还要大老远来炎波 会不会是因为神庭阵的根本 在于吸取炎波灵力 所以破阵 要不就是这个了 都拿到了 去线下派跟真人汇报吧 对了 师姐 在天魔国时 你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和奎宇交谈时 对 他的话 解开了我最后一个谜断 是什么 敖叙派你铲除奎宇的目的 是什么 当奎宇毫不犹豫地说 天魔不会落实不理时 我想 敖叙应该也会猜到他的决定 利用阵法汲取九泉灵力 迫使魔戒攻打神界 这样战争才会打抢 但如果魔戒进攻神界时 却被天魔众堵住了路呢 只要天魔众支撑至阵法失效 那奎宇的计划也就失败了 明白了 除掉奎宇 会令计划更为顺利地进行 对 不过 奎宇修为在你之上 奎宇就不怕你出事 其实 春姿赵台二权 天帝皆设剑首 以辅佐之名制衡全首 若是没了我 奎宇就能完全制空春姿权 原来如此 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 都对奥序有利 经过这么多努力 我们总算动摇了他的计划 但不管有多少不稳定因素 他也绝对不会停手 他会尽全力让阵法成功 好让魔族突破天魔中 攻到神界 而我们此刻 也只能拼命 希望能阻止神界阵 阻止他的阴谋 实在认为 师姐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嗯 你说得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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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